好 再來立體五 立體五呢 我要開始幫大家複習Jakobian的轉換 第一小禮是雙變數的 第二小禮是三變數的 因為去年蒂特有考一題三變數的Jakobian 所以為了預防他如果高考再來一次的話 你應該要會喔 所以立體五就兩小禮 第一小禮是雙變數xy 然後第二小禮是xy to x3 你可以先做第一小禮試的做看看 雙變數比較簡單吧 他說xy是均等分配 那範圍這樣 那z等於y分之x 那求z的機率函數應該要等多少 哦 天啊 均等分配 但是他有沒有給我們機率函數 沒有 要自己做 你要先求啊 先求聯合機率 聯合機率 那因為他是uniform 均等的話 代表他的機率函數應該是一個 常數嘛 k嘛 對齁 啊k要先求出來 要怎麼求 機率總要等於1嘛 對齁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喔 機率總和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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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太困難啦 三個變數的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k 對齁 對齁 先對齁 先對齁 再對齁 所以我要先對齁 那x x x 0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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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y1 好,再來重點來了 Z等於y分之x 那兩個要換兩個 那只有一個的話,另外一個要自己假設 對喔 好,所以我就令 Z等於y分之x 另外一個叫U好了 U等誰 你要令x的另外 x 為什麼 不知道 好,我先看你這樣令好不好 如果你令U等x的話 反過x等u 那y呢 y等於 U除Z 是不是不好算 除的不好算 所以通常我要 最好是乘得比較好算 所以 你令U等x也可以 但是 以好不好算來看的話 應該令 u等於y會比較好算 這樣懂嗎 那你如果一樣用x也可以啊 我沒有勉強你啊 我們只是說我們會找一個比較好算的 通常我們會先選擇x沒錯啦 但是x你把它帶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點難算 所以就令它是 1 我們完全是取決於好不好算喔 沒有什麼其他原因 不是故意要取跟別人不一樣 好,這y等於U 那x就是移過去 Z在乘上U嘛 乘的比較好算喔 乘的比較好算 除的也可以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好,那把Jakobin也找出來 旧的對新的喔 旧的是XY 新的是 ZU嘛 好,所以X對Z X對U 然後Y對Z Y對U 好,我把它帶進來 好,那X對Z是多少 U XX對U就是 Z 那Y對Z是 0 對U是 1 好,所以應該是 U嘛 這樣看懂吧 不用 好,我把它帶進來 所以 我要求 我要求那個 U U跟Z U跟Z 它的算法就是 AXY 那裡面的 AX要帶 Z U 然後 Y要帶誰 U 然後乘上一個 Jakobin 這樣 但是你看 處理老師通常都很善良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 均等 所以 常數的話 你用帶什麼 都是常數嘛 對不對 它是2 然後這常常 Jakobin是U 取決對值 所以當然就是2U 好 比較麻煩的是 後面這裡 範圍 你覺得 U跟Z的範圍分別是多少 U跟Z的範圍 好 你看一下喔 你就從這裡下手就對了 你在旁邊偷偷想嘛 本來是 0 X Y E 對不對 你把它帶進去 所以我現在 變0 X Z 通常我會這樣算 我在旁邊先偷偷單區 就是U 小於 E 好 那你觀察一下 這個U應該如果可以約掉的話 本來就可以約 它自己應該借0到 1之間 對不對 那U咧 U是 約掉的話自己借0到1之間 那U咧 U是不是等Y 那Y也借0到1之間 對不對 所以兩個應該都是借0到1之間 而且不然你用真正的看也看得出來 這個X除以Y 那X如果小於Y X比Y小 所以A除以Y當然會小於1 對不對 然後你把它約掉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Z跟U本身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把它約掉了 好 所以範圍來了 所以這一題 U應該借0到1 然後Z也借0到1 因為約掉之後 Z跟U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好 太好了 然後我現在要求誰 求Z對U做積分 所以我現在要求Z 這個要求2X2比較常考 3X3比較麻煩 UZ 然後對U做積分 然後這個是2U 然後對U做積分 那U借0到1 好搞定了 這個積分 U的平方 0到1 所以1-0應該是1 原來它是一個均等分配 沒錯 好 搞定了 簡單 就很簡單的積分要會 可是你就慢慢做 順順的寫 這計劃你一定要記住 順順的寫 就可以寫出來 按照它的規則 每一個步驟順順的寫 我等一下 好 那我們來做一題 那個3X3的 沒有小題 好 等你好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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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這題解決 來看立體五的第二小題 好了 來看立體五的第二小題 那個沒關係啦 本來考試按多少就多少了 我要拆掉囉 來看第二小題 AK-1,AK-2 AK-1 它的關係在這裡 他說Y1 等於AK-1 再除以AK-2 Y2 AK-3 AK-1加AK-2 Y3 等於AK-1 加AK-2 好 三個換三個 然後求Y1 Y2Y3的聯合機率喔 這個三個的話 它的Jakobin是不是三階行列是 在聯合機率怎麼算 忘了 不可能 不要搖頭搖那麼快 就是三個相乘 等下乘給你看 我先求這個好了 先求 AK-1 AK-2 AK-3 因為獨立嘛 所以應該是AK-1乘上AK-2 AK-3 所以第一個 1的負AK-1 1負AK-2 1的負AK-3 AK-3 就先把它乘起來 所以1的負AK-1 提出來 AK-1加AK-2加AK-3 這樣 你要先把三個聯合機率找出來 好 那其中AK-1大一點 AK-2大一點 AK-3大一點 AK-3大一點 好 再來我要把它找它的反函數喔 認真看一下這個 通常它如果會考這種題目 應該不會太複雜 應該可以讓你看得出來 我現在是不是要先算X1等於多少 X2等於多少 X3等於多少Y嗎 你覺得哪一個可以先看得出來 X3 不錯 大家的視力都很好 因為X3 這一個 是不是等於Y3 這是什麼Y3 所以X3等於Y2再乘以Y3 Y2乘上Y3 X3 看得出來 可以喔 接下來 這個已經用過了 就來看一下這兩個 應該在旁邊偷偷解連理一下 比如說 這一個跟這個 這個就是 X1等於Y1 X2 然後這個 這個是Y3等於X1 X1加X2 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 X1等於Y1X2 你把它帶進來 這個解連力找反函數也不會太困難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那Y3 X1等於Y1X2 再加X2 這樣看得懂吧 那你把X2提出來的話 就是Y加Y1加1 X2 所以把這個除過去 所以 X2應該會等於多少 Y1加1 分之Y3 看得懂嗎 哇太好了 所以X2也找到了 X2應該是 Y1 加1 分之Y3 好 現在X1就比較簡單 X1 就等於Y1 再乘上X2 那X2等於他 再乘上一個Y1 所以就是 Y1加1 這個X2再乘上Y1 所以Y1乘上Y3 好 太好了 找到他的反函數了 就是本來 Y1 Y2 Y3 本來的挑釁是 Y是X函數 現在反過來 XY的函數 對喔 因為我要找他的Jacobi 這個 你考試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辦法 看得出來 沒關係 你就去解連力 搓一搓 既然他敢考都不會太複雜 一定讓你找得出來 你只要不要太緊張